三条 哼 庄严的太陈宫内竟然传出了大牌声 小九 最近阿里和滚滚好像是要回来了 白浅将手里的牌推到中间 轻声说道 哎 莫冤上神这次怎么放他们架了 凤九不解 手上也没有停下抓牌 好像是师父最近有什么事 白浅思索 小仙胡了 长哥倾笑着 将自己的牌推开 桌上的三人齐齐探头望去 哎呀 长哥 你怎么老适赢啊 承宇抱怨地推动着散乱的棋牌 援军莫要急 等你们熟练之后就好了 长哥已经在太陈宫待了两三个月了 做神仙确实有些无聊 正好他们四人凑到一起 长哥就将凡间消遣于乐的麻将交给了他们 这一把道让他们上瘾了起来 说起来 毕军这几天怎么不见人影 承宇双手马着牌 随口问道 他带诺诺去西方佛陀那里讨教佛法去了 凤九晃动着头子看清贬术 相对面点了点头 六点 长哥 长哥用手随意地扒拉一下 十九 为什么你家那个小丫头 喜欢佛法这枯燥的东西 白浅一想起困扰他童年的梦魇就头痛 不知道 滚滚和诺诺在学业 这方面完全没有遗传我 凤九怂怂间 无奈地摇摇头 承宇被逗笑了 不像你还不好 夫子一上课你就开始睡觉 到现在法术修得恐怕还没有滚滚厉害吧 凤九轻哼 不留情地将成郁想吃的牌 碰到了自己这 那是夫子讲得太无聊 如果要是长哥教我 我才不会睡着 凤九跟诺诺一起再上长哥的课 长哥讲课活跃风趣 还总是穿插一些小故事 凤九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 殿下没有赞了 长哥不好意思地笑了 姑姑 最近青秋有没有 什么好玩的活动啊 天天在这九重天 我都快带傻了 凤九直着下巴 撒娇地向白浅眨眨眼 想什么呢 要是有什么 我早就回去了 白浅用扇子轻敲着他这个傻侄女的头 好无聊啊 凤九有气无力地将手里的牌推出去 娘亲 娘亲 我们回来了 电外船来了呼喊声 凤九的狐狸耳朵轻颤仔细辨认着 滚滚他们回来了 凤九激动地站起来 便看见奔跑过来的两坨 长哥也起身望向了店外 不用多想 那一头银发的小童一定就是邵泽殿下了 果然和私命星君说的一样 容貌上完完全全随了帝君 滚滚和阿里一路小跑闯进店内 滚滚激动地扑向凤九 他很少和娘亲分开这么久 娘亲有没有想滚滚啊 滚滚轻易地在凤九井间蹭着 当然想了 凤九语气中夹杂着些许的心虚 见过小殿下 长哥拱手向滚滚行礼道 滚滚疑惑地看向长哥 支离地从凤九身上下来 这是诺诺的夫子 长哥先官 凤九介绍道 滚滚见过长哥先官 不到长哥腰间的滚滚 尊敬地向长哥行礼 今年已经五百岁的滚滚 也不过六七岁的模样 长哥满眼都是慈爱 帝君的俩位殿下当真是支离 夫子 可否给滚滚讲解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滚滚捧着一本经文走向了长哥 我看看 正在藏书阁打理藏书的长哥结果书 蹲下身 轻声细语地给滚滚讲解着 谢谢父子 滚滚崇拜地看着长哥 这是除了他父君外 最不学多时的人了 哥 过段时间我要去西方佛陀 那里找禅生 你要不要一起去 太成功的凉亭下 躺着一位庸蓝龙美的少女 一身清冷的白衣 修长的身子侧躺在摇椅上 额尖的凤尾 话更是为他增添了几封妩媚 禅生正是万年前 诺诺曾跟帝君 去西方交流佛法时认识的一个小佛陀 白诺诺闭着眼 晃动着手中的团扇 扇子带来阵阵凉风吹散了夏季带来的炎热 我可不去 你总去找他不太好吧 佛陀又不能娶妻 一旁的瓷桌前 坐着一位身穿青蓝色长袍的少年 浩浩迎发青婉在脑后 玉冠将迎发盘在头顶 虽是男子 容貌却娇媚似女子 眉眼间流转着春风照月般的艳色 而随母像 滚滚越长大容貌越像凤九 凤九美美感叹 这兄妹二人一定是长反了 这哥哥随了自己娇媚明艳 妹妹却随了帝君龙美轻艳 到时这性子没有一个像自己的 全都随了东华那冷情的性子 谁说我要嫁给他 不过是知心好友而已 白诺诺唇半轻张笔顾着 那你不跟燕秋说清楚 那小子每次都虎视眈眈的看着缠声 白滚滚嘴角上翘 吹动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 唉 你可不要再提燕秋那家伙 我从小就跟他说过我不喜欢他 还总是跟在我身旁 就怕我以后要是喜欢上别人 这家伙恐怕不会允许啊 又倔又死心眼 一说起自己的青梅竹马 白诺诺一肚子的话想吐槽 燕池物和戏话楼两个人的独生子 也算是打小和滚滚 诺诺一起长大的了 从会走路开始就一直跟在诺诺身后 诺诺自认为比他大数百岁 一直把他当成弟弟 谁曾想诺诺的三万岁生成后 燕秋那家伙竟然向诺诺表白 也就导致现在白诺诺一看见他就各处躲 正好过几日燕秋要来九重天小住几日 白诺诺连忙准备要去西方找缠生 好夺几天恩生日子 不过话说长歌夫子好想去范银谷很久了 白诺诺轻眯着眼偷瞟这身色的白滚滚 他可是听说了 当时长歌夫子连夜向父亲请辞离去了 真是好奇当时发生了什么 是吗 那我过几日替你去范银谷 拜访 拜访 白滚滚修长白皙的手指不断 握紧手中的青瓷茶杯 嘴里也有些咬牙怯齿 娇艳的脸上笑意不断加深 让人觉得诡异 诺诺诺诺诺 我来看你了 远处跑过来一寻一少年 双手挥动着冲他们呼喊着 我的天 他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白诺诺听见这熟悉的声音 直起身看过去 大骂道 哥 不说了 你就说我去找缠生了 说完 白诺诺匆匆离开此处 少年刚跑到凉亭就发现自己找的人不见了 少泽哥 诺诺呢 少年傻憨憨地挠挠头 汗水顺着白皙的下巴滴落在胸前 疑惑地看向滚滚 嗯 诺诺说他去找缠生了 白滚滚打去地看向燕秋 可恶 那个秃驴有什么好的 燕秋也急匆匆离开此处 起身追赶白诺诺 这小子倒是没有 可惜小燕叔叔和画楼婶婶的好容貌 越长越好看 也比小燕叔叔斯文有理 真是不知道 怒怒那丫头有什么看不上的 白滚滚无奈地摇摇头 无情总被痴情困 孔子和收藏 了 你快点滚 我快点滚 我快点滚 我 extracting滚 滚